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来介绍一下我手上用的Waterman原子笔 反正就这么四支,然后呢,其实这一支是平常上公司用的 我平常用其实就这么两支,然后是这样子 这一支其实是算是一个后备,这一支才是主力用的 为什么这么讲,我平常通常拿来玩签名 那你们能看到,我另外还有一支 这两支其实是我每天的主力的算是 这一支是签名用,然后这一支是怎么讲呢 也是签名用,但是这一支是油性笔 因为Ballpoint Pen就是这种油性笔 Ballpoint Pen就是水加油嘛,就是它算是一个中性笔 然后这个就是钢笔嘛,那中性笔夹在中间呢 我就一个就防水的,一个不防水 我就没有用钢笔的防水墨水,因为怕毒笔等等 就是买来,然后买辛苦嘛,说白就是 那我干脆就用这一种会比较简单 好,那这个先放一遍 然后等会来试给你们看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分成圆珠笔和那个钢笔 那笔的话,首先这样子 我手上的话就这一支是一个新版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那现在就笔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看的 然后这些,这一支也是很久了 然后吃一点,你看又开始拖肚了 那像那个这一支有点那个黑黑的就是氧化了 到时候再给你们说怎么去把这个给去掉啊 然后这个我们先把这个给拆一下 拆一下是这样子 直接拔,那基本上都这样子 直接拔 这个也是 那你看到现在其实很明显的,这里就不一样了 这一支也是 好,那这些也是这样子 这个往前放一下 这个也是 这一支的话 表也是 好,你们现在能看到了就是 呃 这里四支笔四支都打开了以后 然后这个的话是直接这样子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其实就一个壳,然后加一个弹簧在里面 那这个的话它是不一样 它是这样子 悬开 然后笔在笔心在这个里面 那你看这个弹簧出来正常不会出来 你看这个就不会了 但是呢 之前没有弄坏 我就把里面那个笔这里给拆了 然后把那个弹簧给弄出来 那你现在就能看到这种是旧版的 那你看一下这一支 这一支的话你看弹簧没有出来 但是有弹性的 还是一样 只是说那个弹性不是很明显 你看是有弹簧的 只是不不明显啊 因为这支太久了 你能看到这里 就这一些它的一个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 是不是那种玻璃封胶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啊 对 然后这个 那现在我知道那个waterman笔心很难买 那告诉你我平常的话我替代品是这个 呃好像读 monterwood monterwood就是说呃 422的一个笔心 它基本上是跟waterman的 它是兼容的 那如果比较难找 我现在就基本上就淘宝 可能那个买几根 然后就套上去 没什么大问题 那这个其实是被我剪过了 方便我放到笔带里面 因为多余的部分就 呃我都比怎么讲 文具比较多 所以呢就这样子减少一点空间 然后这一边的话 这一只就是算是我平常用的waterman的一个爱成 那你看到这个 哇相对就精致很多了 整个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精致 然后其实这几个笔心都是通用的 那我就我说过 我忘了我是那种万年就是黑色笔 然后统一笔尖的 所以说就 然后你看这里中间还能转的 那基本上整根笔就是这样子 然后通常就看你怎么对准呗这个笔的话 我可能就是因为这里它是能转的 能转这里不一样嘛 那原子笔尾要注意 就是这个地方 要给它对准一下 然后到时候用可能会好一点 就基本上就这样子 哦 哎我这个怎么回事了 啊我这里没有上井 不好意思 这里记得上井 然后这里进去 然后你看到 OK你看这种很顺的 然后呢但是像这一只的话时间久会有什么问题呢 你看就是如果我不动它就不会去了 你看我扭一点它就这样子 其实就是里面那个弹簧失效了 像现在新版的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买这只新的爱城的话 它也是这种的 就不会像我这个 我这个是旧版的 或者你们看这个其实能看出来 这个是亮面的 这个你看它是雅面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两只本来这么分的 如果是呃不是的话那可能 那真的是这个是亮面这个雅面 但是我看到它里面那个结构是旧版的 不像是这种新版的 我记得网上我看过是 呃爱城也是有这样子一个 就整个总成一起一起过的这样子一个新版 所以我觉得那一只应该就跟这一只一样 就是一个雅面了 现在能看到有点不一样 那反正我就凑个对比嘛 刚好两只一起用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大概就这样了 就是说如果要找T用比心的话 像百利金的话是那个G2笔记呃笔心 派克也是万宝龙是特殊的 纳米也是反正就对 那个买原主笔原原子笔的时候 记得也要那个好好的 电量一下 就是不是所有的品牌都能试用 那像这一只的话就 你看到我就会对准这边 那你看到这条线对这边 然后给它这样子回来 那原主笔唯一独要介意就这个问题了 那这种的话就是很正常的 不用管它就是有点凝结或者什么的 这个原主笔上面很常见 但是好像对 反正不会不会露墨什么 不会很大影响 那这一只其实10年2年看到现在被我摔了 这次对反正质量还是可以的 现在的东西下线也很高 不用担心说我我用了几个月会不会不行 或5年不行反正都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这一只的话是 对这只也OK 大概这样子你看这个我扭一点回去 你看回去 那旧的话原子笔用久唯独就像这一只 这样子一个问题 大概但不影响你使用 如果不会弹回去你就自己扭回去 也没差我这只好像也有一点点 我看一下 你看一点点 对也是不会反正你就一样 反正我比较喜欢这种旋 为什么可以单手用 你插把笔盖的话还要两只手 这样子就单手这样子 所以摆了capless 我之前我想过要把它买一只 后来想还是算了 没有必要那么多 对好 然后现在来给你们试一下 为什么要那个原子笔 那一样这个笔 那直接我就拿这一只和这一只来试吧 好准备一下水把这个拿回来了 这样子那我们先我就比如说我随便签个名吧 就这样看到可以可以 然后再下来可能就这样子再来一次 那你看到好然后下来现在关键时刻 为什么用两种 差别就在这里 你们现在能看到吗 如果是哪除非你哪防水墨水 但是我通常不喜欢用这么多墨水 我墨水就一种就是这么一罐这样子 然后反正我就留这个瓶子 反正就是之前买笔的时候送的时候留下 那像现在这个我现在再用指引擦一下 你看那就变了 那当你看这个油性笔没有什么大问题 基本上就是说他的书写的话 你不用担心说水弄到了或什么 就有些东西需要 就是说比较怕他那个就是用的时候 然后导致了那个就是资料没保存好 我喝等等的嘛 这一类的一个问题 那我就会用油性笔 或者有些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就顺便把钢笔拿来用用 这样子就是东西也能用 我平常也能欣赏 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那今天的一个原子笔的话就是这样了 就这么四只啊 这就说我的 然后对 ok 好那个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给我点个赞 或者给我订阅一下 那个谢谢大家 拜拜 以及那么多说一年 用的途中 我们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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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班